这个王子是真的离谱 竟然由于种子过于强大导致不孕不育 毕竟普通女性根本承受不住 眼看王室血脉快要就此断绝 情急之下他竟直接求婚最强魔女 他一定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妻子 就在两天半前 男主带着自己的侍从兼好友 踏上了攻略魔女之塔的旅途 尽管一路必然危险重重 他也必须要登上塔顶向魔女许愿 这个世界上有五大魔女 分别是封闭之森魔女 沉默之魔女 水之魔女 未被邀请之美式霸凌魔女 和力量最强的苍月之魔女 活过漫长岁月拥有强大力量的他们 都被视为灾恶的异端 为人类所忌惮 因此和魔女沾边一准美好事 无论是给男主施下诅咒的沉默魔女 还是前方魔女之塔的主人苍月魔女 在传说中都不是什么善差 可我们的王子男主已经别无他法 为了寻求诅咒的解法 他已经努力了15年却毫无成果 作为王族的独生子 身上却偏偏背负了无法传下后代的诅咒 他家可是真的有王位要继承的 因此就算这座高塔在传言中有去无回 但只要有机会能让魔女帮忙破除诅咒 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他也愿意是 既然王子非要往前冲 侍从眼看劝阻无果 也只好任命跟上 两人推门而入 眼前的景象果然符合魔女之塔的印象 看起来就神秘又危险 但男主丝毫不拒 毕竟他心意已决 他甚至允许让侍从在外等待 只他一人出手打怪就已足够 但是从当然还是跟了上来 结果他们刚走上平台 周围就窜出无数小蛇 既然知道无毒 男主就对他们单纯的阻碍视若无毒 只是走到前方写着高数题的石板前 在其上画出答案轻松解开 看来这就是第一关 蛇群转瞬间便变成杀力崩解 经历这一关后 男主似乎对接下来的关卡更有兴趣 下一秒脚下却被传送魔法阵吞噬 此时的高塔顶层 白发的始魔正向主人汇报 久违的新挑战者出现了 魔女发出轻笑 没想到时至今日还有人记得这座塔 不过上一任挑战者就连第一关都没解开 不知道这次的人资质如何 听闻王子闯关顺利 始魔询问他是否需要亲自观察对方动向 但却遭到了魔女的拒绝 既然是挑战者那就该前往境界 他期待着许久不见的强者到来 不过如果挑战失败 就还是像过去一样处理掉吧 一箭斩杀扑来的魔法守护手 已经不知道到达了第几层 但男主的心情却依然很轻松 对他来说 至今为止的强度仍是热身运动 一开始王子还担心 比起打怪来说 爬塔的过程会更消耗体力 但很快就发现完全是杞人忧天 通关一层就能传送是什么人性化的设定 感觉魔女比起故意为难人 确实只是想全面测试挑战者的能力 按理来说 其实也不会有人单枪匹马前来挑战 奈何这次的王子信心满满 上次通过魔女之塔的人 还是他的曾祖父 而他不觉得自己会输 再次打开下一扇大门 只见眼前出现了两尊石像 按照套路 一过去他们就肯定会动起来 话音未落 他们就果真眼冒红光 张开漆黑双翼朝男主飞扑过来 他立刻提剑而上 这也是魔女口中最多人卡关的房间 听到这个迅速的攻略速度 魔女更加提起兴趣 这次的挑战者是几个人 使魔平淡地回答 两人但出力的实际上只有一人 独自一人想闯出石像之间 是否太有勇无谋了 本来魔女已经准备给他收尸 可还不等他叹息 王子竟已经通关 这魔物看似残暴恐怖 却被男主压倒性的实力碾压 转眼就成了一滩粉末消散 随着石像尸体消失 他也向深处的传送阵走去 但就在下一瞬间 房间竟突然地动山摇 难道这也是考验的一环 男主自己倒是没事 可侍从已经被逼入死角 尽管男主还想再找办法 可随着地板逐渐崩塌 侍从却率先放弃了挣扎 请您务必继续前行 我打从心底期盼着您当上国王的那天 男主不能接受 但侍从已经跌下万丈深渊 再也没有声息 尽管他的闯关不受影响 可失去自有的空虚感 占据了他的内心 过去孤身一人来到塔顶的挑战者们 是否也都是这样的心情 终于来到塔顶 清冷的孤月映照着无人的茶桌 欢迎光临魔女的茶会 月光般的苍蓝少女清零落下 她正是传说中的苍蕴之魔女 但见到她时男主却不肯置信 魔女不应该都是活过百年的老巫婆吗 怎会是如此年轻美丽的少女 不过很明显 成为魔女后身体便会停止生长 质疑魔女的外表可是很势力的行为 见她心情依然不佳 魔女继续补充道 关于同伴的事男主不用担心 她只是在一楼睡着了 并没有受伤 听到这里男主也松了口气 于是向魔女做了个自我介绍 听闻她的姓氏 魔女感觉有些耳熟 上一个闯关成功者是你的什么人 听闻是她的曾祖父魔女更是吃惊 就说怎么听着耳熟 我这魔女之塔难道被你家王族承包了 不过长得倒是比她凶多了 但你还是至今第一个 只靠自己就能通关的人 真不愧是英雄出少年 看着露出怀念神色的少女 男主询问她难道一直独自住在台里 于是女孩召唤出屎魔 白毛立刻回应了呼唤 刚才她还在帮忙照看一楼的侍从 目前为止的气氛都很平和 看起来魔女也没什么敌意 于是男主很好奇 外面那些恶劣传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其实魔女并不喜欢见血 一旦挑战者被判定出现致命伤 传送魔法就会自动将其送到随机地带 至于为什么会变成有去无回的恐怖传说 是因为她会对这些人的记忆动些小手脚 毕竟也是来挑战她一遭 这点程度的觉悟还是要做好的 虽然她看起来很想装恶人 但却被使魔无情拆台 如果是请求想给孩子治病之类的愿望 其实这个大好人魔女是会无偿帮忙的 于是她立刻就没了气势 原来魔女也有这样的可爱一面 要是沉默魔女也像你一样好说话就好了 女孩敏锐地察觉了什么 难道她的来意与此有关 男主终于说出了今天的目标 我会有寂静的魔女的呪梦 想要解开段子绝孙的诅咒 那一晚真是他们整个王族的噩梦 虽然当时小孩子的她还不明真相 但现在的她 已经到了不得不为此烦恼的年纪 哪怕同为魔女都给听无奈了 到底多深仇大恨才会下这种诅咒 可男主也只知道 真相好像与早逝的母亲有关 于是接下来魔女试图解开诅咒 但仔细试探之下 她的语气却更凝重了 谁也想不到 男主身上的效果居然不是诅咒 而是一种赐服 这下男主真的惊呆 谁家的段子绝孙是祝福啊 魔女文言稍微起身 用白皙的手指扶过男人的脸颊 上面立刻浮现出 爬满半张脸的鲜红皱纹 这是将部分赐服可视化的效果 证明了她的判断没问题 可事情由此变得更加棘手 赐服本来是加强力量的手段 也就没什么解除的必要 只是由于沉默魔女试加的效果过于复杂 导致男主未来的孩子会强大过头 所以根本找不到能够承受的母体 这个结论完全出乎男主的意料 而魔女只能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 气氛一时沉默 现场如同医生宣告了不治之症的医院难科 但魔女有些过意不去 好不容易爬上塔顶才许下的愿望 就算解决不了她也会尽力而为 看到她端出的水盆 男主心里又生起一丝希望 水中烙印有魔法文样 她开始帮忙搜索 世上有没有足以承受她种子的强大女性 只凭这个来寻找妻子似乎有点不靠谱 但男主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可还不等魔女找出答案 她却突然灵光一闪 询问坐在对面的女孩 她能不能承受沉睡魔女的魔力 女孩当然自豪地表示小菜一碟 可马上就意识到了什么 一下子脸色大变 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 王子随即端正了坐姿 向魔女当场求婚 魔女一下就蹦了起来 让你许愿没让你把整个许愿持端了 把自己赔进去可还行 至今的百年以来 她的情感经历可都还是张纯净的白纸 再说要将魔女之血引进王家更是荒谬 就算他们真能有下一代 大臣们也都接受不了吧 魔女下一刻更是语出惊人 如果她能同意实现这个愿望 那早就成为男主的曾祖母了 好家伙你家可真是一脉相传的老色批 笑死 可不管她怎么拒绝 男主依旧油盐不尽 铁了心就是想娶她回家 魔女动了用武力把她扔出去的心思 可没想到 男主手里的剑居然可以免疫所有魔法 就算开打 身为魔法师的魔女也占不了多少便宜 只能无奈重新做下谈判 难道真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吗 男主也思索着能让她让步的方法 于是询问她是否来过王城 得知她曾经在那边经历过一段美好时光后 男主将愿望更改为 请魔女去王城小住一年 只是陪在她身边一年的话 会不会更好接受一些 于是他们都个退一步 男主只是闯了个塔 就真的现实抱得美人归 不过她最终的目标 肯定还是希望魔女能主动解除实现 不过现在仍然任重而道远 总之 男主就这样成为了魔女的契约者 两人的命运纠缠就此开始 自从提那夏被带回城堡 她就以见习宫廷魔法师的身份对外宣称 不过本身还是王子的守护者 所以她在男主身上施加了防御法术 契约期间除非她死亡 否则所有来自外部的物理魔法攻击都会无效化 牛逼 不过这看似无敌的防御也有盲点 对于毒或者精神攻击是无效的 还需要男主多加注意 魔女的守护一般人可无负销售 但男主只觉不够 毕竟她真正的愿望可是想让魔女和她结婚 一如既往的拒绝后 提那夏也有些好奇 为什么男主会如此纠结于后代 难道除了她 当下这个王国就在没有别的继承人 可事实的确如此 这个国家世袭的王剑是由血脉传递 而15年前又发生过连华儿童失踪案 现在的王国中 还真已经没有比男主更年轻的王祖 此时的其他宫廷魔法师 正在修缮城堡的吊灯 其中的女魔法师一时手滑 没有将吊灯支撑住 两个魔法师都大为惊讶 毕竟她轻松就能使出吾勇唱魔法 虽然提那夏在他们眼里只是魔女的弟子 但只要沾上魔女之二子 就还是颇让人静若寒蝉 不过她并未在意 而是望向了窗外 士兵们正在进行训练赛 她看着红发的将军 赞叹到她身手不一般 但身旁的侍从拉扎儿表示 她比起男主来说还是略训一筹 提那夏文言觉得有点小不爽 不愧是只身登顶魔女之塔的男人 还好之前没和男主战斗 恐怕她确实是没有胜算 但既然知道了这些 她也不能松懈修炼剑术 当场就下楼想和将军比划一下 几番过招之后 将军实在有些惊讶 说好的魔法师呢 为什么连进战也会这么强 提那夏嘴上说着只有入门水准 实际上却能和将军打得不相上下 将军都有点心动 想让他放弃魔法师加入这边了 身后一直看着的女武官有点吃味 毕竟他一直都仰慕着男主 提那夏本就是男主从魔女之塔主动带回 现在一看还不是单纯的花瓶 他心中的危机感自然更加强烈 在众人之后 使魔悄悄现身 和提那夏搭起了话 他感觉主人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 也很为主人找到了好契约者而感到高兴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来传达消息 听完他的话 提那夏就尽职来到了男主的办公室 并且还穿上了全套战斗服向他辞行 男主一脸猛逼 日子过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要出门 而且还不肯告知他目的地在哪里 他一看就是要去冒险 眼见拗不过男主 提那夏只好说明 他是要去70年前封印了魔兽的魔法壶 现在那里产生了强烈的魔力波动 他必须去探查一下发生了什么 男主一听就想一起去 但提那夏当然更是不答应 堂堂王太子为什么总要去危险之地闲逛 男主表示他会带上一批精英 但提那夏更觉得束手束脚 只有他和男主他还能顾得上保护 但其他人就只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都说到这个地步 男主却依然坚持 提那夏见状也只好妥协 此时的魔法湖畔 两个神秘人正观望着其上的层层涟漪 他们似乎是想故意勾引提那夏前来 毕竟他们知道 苍蝶魔女也一直在寻找着那个他 精英小队逐渐集结 刚才被提那夏帮助过的软妹魔法师 似乎对他身上的小火龙很感兴趣 本来如果不需要等待他们 提那夏就会自己成龙过去 眼看王太子过来 小队立刻严阵以待 结果他开口说的第一句命令 就是让他们不要违抗提那夏 手上也趁势摸了摸那头秀法 连女孩自己都没想到他会那么说 不由得有些无奈 不过听着男主出发的指令 他却突然有些过往的回忆涌上心头 七十年前他也曾经在相同的地方 与其他人一同前往魔法湖 但那时的同伴都早已不在 现在的世上只剩他孤身一人 永不改变地遥望着那轮孤独的苍蝴 男主的呼唤让他回神 但望着魔女那缥缈的笑容 男主不由得有些看待 继续沿途前往 提那夏回想着过去发生的事 七十年前林国对法尔萨斯王国发起了侵略 林国眼见战况不利 便释放了巨大魔法兵器 也就是被封印在湖里的魔兽 但凭他们的力量却根本无法掌控 导致魔兽敌我部分 将这片大地全部化为了一片疮痍 即使后来魔兽被魔女封印 这里也依然被瘴气污染 直到今天也还是寸草不生的死亡领域 魔兽的力量确实强大 即使是作为最强魔女的提那夏 在当时需要保护其他人的情况下 也只能做到僵气封印 说着他的眼神突然锐利起来 他察觉了其他人的气息 前方出现的正是林国的老头魔法师 他一来就暴露了女主的身份 毕竟在七十年前 他就曾经见过一模一样的苍蝴魔女大人 而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他 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秃头老灯 那满脸的猥琐像 和他曾经被提那夏一剑断头的师傅如出一辙 既然这么想 看来他也想来讨要个相同的一剑断头 魔法师文言立刻耸了 直接就想重新回到浓雾之中 不过在走前 他还手见得想要暗中下手 把他身后的人悄悄消灭 其他人都没反应过来 但男主直接把刀上前抵挡 还好之前提那夏为他设置了防御魔法 他的肉体本身现在就是最强大的盾牌 另一边的老灯已经被砍头 但却在空中转瞬消散 看来并不是他的本体 提那夏无奈吐蛇让他给逃了 事已至此还是先治疗伤员 眼看软妹魔法师能力有限 提那夏蹲下身帮忙出手 可软妹却有些犹疑 毕竟听到了魔女的名号 无论是谁一时都难以冷静地消化 既然光速掉马 他也只好承认 只是不想吓到他们 软妹连忙站起声响表示不是那个意思 但提那夏却露出阴沉的神色 故意吓唬他魔女很可怕 随即提那夏转身告诉男主 自己会独自追击刚才的魔法师 不再需要其他人参与 既然已经暴露了身份 他也无需再隐藏实力 转身就要飞走 可却被男主一把拉住 提那夏颇为无奈 他作为王子亲力亲为很值得称赞 但真正的王者应该学会善用身边之人 大道理男主都懂 但首先他并没把提那夏当作不下 更不想让他独自背负全部前去冒险 本来那个人的目标就是王国 他作为王子也该担负一部分责任 但这次女孩同样很坚持 只是一年的契约 把麻烦是全都丢给他这个保镖也没问题 男主也不需要担心那么多 对于他这个魔女来说 他身上的那些重担都完全不算什么 提那夏在此立下沉默 只要他们之间还是契约者和守护者 他就永远都会回到他的身边 也绝对不会在他之前死去 都说到这个份上 男主最终只好应下 安抚好他的情绪 提那夏一摸肩上的火龙 他就迅速变大腾空而起 最后男主决定 给他立一个大战后回老家结婚的Fly 逃走的秃头老灯 此时还在指挥着其他人快点解开封印 他知道魔女马上就会到场 满心还想着解开封印光复救国 可是很明显 他还是低估了魔女的速度 尽管已经加快了进度 但还是提那夏更胜一筹 一群人转瞬即逝 不过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主动解开了魔兽的封印 毕竟他这次前来 就是想要以绝后患 他让火龙先行退下 接下来的战场无需第三者插手 巨大的白狼从烟尘中走出 提那夏也在空中缓缓落下 七十年不见别来无恙 看着眼前封印自己的罪魁祸首 魔兽当然是没有客气 但简单交战之下 两者均是毫发无伤 提那夏不经吐槽 他的毛发也太浓密 却见魔兽再次俯冲而来 用细剑挡下一击 他在魔兽身上释放岩石爆炸魔法 于空中华丽闪躲转身 打了魔兽一个措手不及 这招的确给他造成了不小伤害 但秒速就能恢复 不过这也在提那夏预料之中 因此刚刚的爆炸其实只是障眼法 涌畅之下 魔兽体内的红球贯穿肉体发出细线 七道束缚将他牢牢控制在原地 这次的提那夏不想再留守 总被荡成战争工具反复折磨 本也不是魔兽自身所愿 于是他涌畅出了充满杀意的魔法 头上浮现出巨大的法阵纹样 开始吸收魔法弧的力量 打算倾尽全力一击 可一变突生 那瞬间魔兽似乎察觉了即将到来的死亡 也在他的腰腹处留下了严重的伤口 忧心忡忡的男主还在城墙边等待 可正符合他的不妙预感 他的魔女伤痕累累地倒在火龙身上 已经不能回应他的呼唤 幸好在软胃的探查下 发现魔女的回复速度远超常人 虽然看起来很吓人 但还算不得重伤 最严重的腰腹表面上也已愈合 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内伤 闻言男主总算放下心来 询问能否前去探望 得到许可后他急忙进屋 可没想到女孩上半身居然为着寸侣 只包裹了一件被单 而且无论身体还是长发 好像都长大了许多 被枕头砸出去后 男主只能等到他穿好衣服再进来 原来提难下果然是内脏受了伤 为了尽快恢复 他只能加快身体的成长来修复内脏 结果整个身体年龄也都上升了 从此就会固定在这个外貌 本来他还以为男主会介意 谁知道他更喜欢了 而且他之所以会受伤 也是为了守护他的国家 男主对女孩献上了深深的感谢 而提难下只是浅淡一笑 毕竟她是魔女嘛 虽然长发美丽但实在不变 于是提难下一早就掏出了剪刀 这场面正好被软妹骑士撞上 担心魔女把一头美丽的秀发剪坏 他赶紧上前接手继续 提难下很是意外 他还以为在暴露魔女身份后 一定会被人惧怕远离 不过软妹看起来并不在意 虽然传闻很可怕 但和提难下真正接触下来 他在其他方面也不过是个普通少女 软妹其实很好奇 作为魔女还会不会有惧怕的东西 惧怕虽然谈不上 但应付不来的东西是有的 虽然基本都在漫长的时光中被磨灭 不过直到现在 提难下最不适应的还是被哄睡 再有就是男主 他经常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甚至怀疑他是把他当作了捡来的猫咪 软妹笑得开怀 感觉莫名吃了一嘴的狗粮 经过了魔兽讨伐事件 男主也正式向父王介绍 自己为莱蒂魔女未婚妻 当然提难下还没有答应 他暂时还没放弃治疗 国王闻言很是讶异 原来男主的诅咒还有机会可以解除 当然这对提难下来说也是个难题 但他表示会尽力帮忙 男主忍不住在一旁调侃 看着面前吵吵闹闹的两人 国王也体会到了软妹的心情 完全就是在冥思暗秀 此时的魔法狐 神秘人二人组趁着提难下重伤 悄悄挖走了一半魔兽的河 但还不等踏上归途 又有一位白发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本是想来清理魔兽 却没想到提难下已经抢先一步 望着将魔女称为那孩子的男人 瓦尔特知道 提难下一直都在寻找着男人 而白发男子也心知肚明 他觉得提难下一定很乐于与他相见 但瓦尔特却发出感叹 无论在哪段历史中 男人都对提难下如此傲慢 白发男子没听懂他谜语人的话 但瓦尔特转身就走 他们一组只是旁观者 负责助推故事应有的走向 而白发男子却不依不饶 提难下对他来说是特别的存在 他不会对坐手脚的人放任不管 与女孩惨烈的悲鸣中 瓦尔特没能再说出解释 就这样被化成了灰烬 男主对此人一无所知 正进入森林调查事件 听闻这几天 附近有许多村民都变成了干尸 所以他故意瞒过提难下 又只身带着拉扎尔前往险境 为了不让魔女察觉 男主甚至想要无伤通关 毕竟身上的防御结界一旦受到冲击 提难下那边就会有所感应 拉扎尔突然在路边发现了一株珍珠草 他还从没见过陆地上的珍珠 本来男主还不信 但一回头还真是 下一秒他们就露出了丑恶面目 一丛丛藤万生长出来 看起来就像制造干尸的罪魁祸首 男主一见就马上去 但这珍珠不止会吸 还很会吐 转眼就从其中冒出毒雨和瘴气 拉扎尔直接就被放倒 眼看他们陷入危机 一旁却突然传来了女性的嗓音 红棕色卷发的女性坐在树枝上 平和地望着他们两人 等到拉扎尔再次醒来 就发现眼前是陌生的木屋天花板 女子为拉扎尔解了毒 正是做起了自我介绍 她是陆克瑞扎 但一般不会有人称呼这个名字 这个开场白好像有点耳熟 果不其然 她接着也一样淡然地讲出了真实身份 看到拉扎尔震撼的反应 她笑得开怀 随即转头向男主询问 提纳夏是否还安好 在她口中 提纳夏刚当上魔女时 他俩就相识了 男主身上的守护结界 一看就是出自苍蝴魔女的手笔 但他们也许久未见 她很好奇提纳夏是否还闷在塔里 一听说男主请她出关做了保镖 看来男主是闯过了塔的麻烦机关 实力还挺强的 拉扎尔立刻骄傲地表示 她家王子可是只身一人就登上了塔底 这下森林魔女更起劲了 那么这么强的男主许下了什么愿望 难道是统治世界 本来男主还对她有所警惕 但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 她的好下属一嘴就全捅了出去 她许下的愿望是想要娶提纳夏为妻 森林魔女瞬间乐不可知 就好像是吃到了好闺蜜的绯闻瓜一样 她看热闹不嫌是大 但觉得这个要求确实很难答应 毕竟提纳夏是纯洁的精灵术师 一旦通过性接触使灵魂产生交融 释放魔法时消耗的魔力量就会暴涨 虽然作为最强的苍蝴魔女 这对提纳夏大概也不算什么 因此森林魔女决定助攻 让她试一下结婚也未尝不可 作为最善魔药的魔女 她的药可是连放到提纳夏也不在话下 男主肯定是拒绝使用这个 森林魔女闻言却没气馁 只见瞬间光芒一闪 虽然男主只恍惚了一瞬 但还是本能地握住了王剑的手柄 森林魔女见状连忙不走心地求饶 她可并不擅长战斗 就放她这一码吧 男主也没能察觉魔女究竟做了什么 只好就此作罢 回到城堡后 他俩对此事三间七口 提纳夏一开始也没察觉到什么异常 但在男主路过她身边时 女孩立刻就有些不自然起来 想了想她还是没明说 只是问她身体感觉可还好 等第二天起床时 男主刚推门而出 就发现提纳夏正在这蹲她 她再次一脸狐疑地开口 询问男主晚上睡得可还好 她虽然嘴上还是回答没关系 但眼前女孩的轻悦声音 却突然与她更煽情地呼唤重叠 令她一阵恍惚 好像确实是忘记了什么 于是提纳夏再次嘱咐 让她好好睡觉 男主不禁有些不明所以 现在的魔女在城堡内 已经没什么顾忌 随时都可以再四处消散出现 她再次找上拉扎尔询问 男主这几天的睡眠情况 听到真的没什么异常 提纳夏又患了个问题 男主最近有没有交到恋人 拉扎尔大吃一惊 能成为男主恋人的唯一人选 不是静在眼前 但女孩还是有些怀疑 拉扎尔一脸无辜 难道魔女这是吃醋了吗 女孩立刻凑近表示 梦化琴在做梦说 从拉扎尔嘴里没得到答案 提纳夏又向其他臣子求证 哪有勇士敢去和自家王子交往 根本不可能 但提纳夏非常肯定 最近男主的生命力有所波动 身上还一直有股浓烈的香水味 臣子们面面相去 可他们从没闻到过 提纳夏这才反映过来一个可能性 魔女的鱼香是吧 她当即气地攥紧了拳头 魔力的波动令整个城堡都颤抖起来 只留下几人战战兢兢 就是说谁敢在追求魔女的时候出轨 气势汹汹地来到男主办公室 提纳夏俯伤她的脸 为什么见过了森林魔女却还瞒着她 虽然被当面抓包 但男主还是一脸沉稳 提纳夏无情地表示 如果不是她及时发现 男主过两天恐怕连命都没有 明明早就提醒过 唯有毒和精神类术士需要小心 男主果然是被下了精神术士 会在梦里化身恋人的幻影汲取生命力 这几晚她恐怕一直都在做那种梦 只是森林魔女还附加了醒来失忆的效果 所以她自己也没能察觉 要不是森林魔女故意设置了 仅提那下可见的香气 这波男主危影 听到自己不知不觉风平被害 男主赶紧解释她绝无外遇行为 提纳夏摩拳擦掌 森林魔女玩的是真变态 事已至此还是要优先解状 提纳夏约好晚上卧室间 她要从内部狠狠地把其他女人的竖法破除 等到男主再次进入梦境 女孩的妩媚呼唤照就蛊惑着她 让她忍不住走上楼梯打开那扇门 心上人露出柔和的微笑 坐在床榻上向她伸出了双手 于是男主也抱住她纤细的身躯 真正的提纳夏在一旁发出了嫌弃的吐槽 她无法自控地将女孩推倒 想要伸手去抚摸她白皙的薄梗 但她的手掌却猛然间开始实力 面前人的神色也从疑惑转变成惊恐 她的双手越发带着明确的杀意 即使对方不断发起囚牢 也死死掐住不肯放开 男人浑身冒出冷汗 她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杀死爱人 可真正女孩的冰冷声音却又在耳边响起 随着脖子被拧断的沉重声响 梦中的女孩如同断线的人偶般倒下 男人望着这一幕 只能绝望地换着她的名字惊醒 手上似乎还残留着不安的触感 还好鲜活的女孩正在她的身边 告诉她失去的生命力已经不全 男主依然惊魂未定 她绝对不想亲手杀她 但提那夏满不在乎的开口 那并不是我 可对男主来说 那种恐惧实在太过清晰 让她无法冷静面对 但作为王剑的持有者 说不定有一天 这幅景象就会在真实的世界发生 男主没想到提那夏会这么想 但她已经转身消失 来到了森林魔女的住所 森林魔女并不惊讶 不如说一直在等着她来 面对女孩的心事问罪 刚看了一场好戏的她 却只觉得对方的 节奏方式要更夸张 但女孩只是想出口气 明明有那么明显的记号 森林魔女却还特意挑衅 但她其实就是故意的 只是想让提那夏 主动来找她打个招呼 男主的命也是 魔女打招呼的一环可爱心 但她确实美美吃瓜 逼迫人家亲手体验杀死爱人 也难怪男人会生气 接着她趁机挖墙脚 不如把男主让给她如何 提那夏表示正有此意 但下一秒又犹豫起来 她并不想让男主的后代 掺杂魔女的血脉 关于沉默魔女的诅咒 森林魔女也有所耳闻 为了赔罪 她还特意准备了伴手礼 从男主春梦中提取的血液和体液 提那夏大为震撼 她都在梦里收集了些什么 但受诅咒影响最深的 应该就是这两样 能对更好的分析诅咒有帮助 森林魔女设置的春梦对象 其实并不是提那夏 而是男主心中所想的人 这么玩弄别人真是自己的心 还不快点回去道歉 于是第二天一早 被劝导过的女孩 就委委屈屈地回了城堡 尽管走到了男主身前 她还是不好意思开口 王子决定率先给她的台阶下 拦住腰将她抱坐在腿上 主动向她道歉 昨晚不该发火 于是女孩也别扭地回报 轻轻说了句对不起 今天的王子在和士兵们训练 无论是谁在她手下都过不到三招 提那夏本身只是想围观 却被眼尖的立马叫住 魔女本想光速拒绝 可男主承诺她可以使用魔法 她犹豫了一秒也就答应下来 或许现在实际测试一下也不错 看看男主是否真的有杀死魔女的力量 提那夏希望男主可以用上王剑 她也不会留手直接拿出二刀流 刚上来就施展出眼花缭乱的魔法 等到男主全部格挡完毕 提那夏已然腾空而起向她近身攻来 最终她还是伤到了点男主 打完就又开始给她疗伤 围观的人都没见过她的打法 原来还能把魔法用在近战 打破了以往战士前排魔法后排的认知 提那夏看起来并没使出全力 反而是有点指导之意 毕竟两人看似打得势均力敌 提那夏却笑得开心 当她施展透明魔法之时 一看男主可以躲开 她就知道对方看得见 验证了这个她出声叫停 表示她砍的剑都坏了 男主也觉得提那夏是在放水 但女孩摇头否认 复杂的魔法需要集中精神涌畅 而和男主打近身战根本没这个空闲 男人的手斧上魔女的脸颊 果然她无法对她下杀手 但提那夏不这么认为 男主觉得她怎么总想着被她杀死 而女孩再次否认 她现在还有很多事没做 就比如帮男主解开诅咒 王子还是不忘初心 解开诅咒还不如以身相许 可惜提那夏今天还是没松口 他们之间可是差着被呢 一个北方的小国派来了使节 希望与苍越魔女见上一面 男主本想坚持宣称 魔女并不在这王宫之中 但傲慢的使节不管 她坚信可以见到魔女一面 还爆出了男主所不知的爱提之名 上回眼看着瓦尔特死去的女孩米拉 现在化身宫女潜入进了皇宫之中 她本来还以为自己演示得很好 但提那夏却一眼看穿 她被接到城堡来的真正理由 毕竟这个小宫女身上蕴含着巨大的魔力 不过她并不会多管闲事 自从上次之后 森之魔女就把王宫当作后花园 还有闲心来和提那夏开茶会 她的眼线遍布世界 听说提那夏和王子打了一架就来吃瓜 她也觉得提那夏简直在故意寻死 为什么要刻意锻炼王剑的持有者 本身男人已经很危险了 她总觉得提那夏一直在摇摆不定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 要不放弃要不加大力度 提那夏听了进去 其实她当时迎战也有一时冲动的成分 若是发生什么万一 有个能杀死她的人就好了 真是魔女才会抱有的奇怪烦恼 她最近越发觉得 疲于奔命地寻找那白发男子实在心累 这时刚会玩使臣的王子亲自来找 她趁机称女孩为爱提 提那夏条件反射地答应 说完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套了话 男主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果然提那夏身上还藏着他不知晓的秘密 最终他还是去见了使臣 但其实他很厌恶被那样称呼 使臣其实也就能握着这个名字 还自以为只靠这个就能把他请走 帮他们国家进行什么魔法式权力保护 但提那夏不屑一顾 他现在只是男主的守护者 要不是和他的契约 根本都不会出他 如果真心想要请他帮忙 请走正常流程登上塔顶 否则一律免谈 使臣被魔女的威压下了一条 但还是一肚子坏水 这次来就算带不走魔女 至少也要把两人分开 于是他盯上了树下的女骑士 森之魔女一直等到两人会见完使臣 提那夏正好向他打听 那个小国到底是什么来历 听说是一群魔法师 非要独立建成的小破国 最近北方也有可疑的魔力波纹 就好像是小型的魔法狐一样 提那夏还在思考 身后被操控的女骑士就一箭砍来 还好提那夏一直随身携带匕首 这点程度还伤不到他 而男主也拔出了王剑 为什么他会在城堡里撒野 女骑士还在不依不饶 称提那夏是蛊惑人心的恶毒魔女 尽管知道这可能不是本意 但他确实总受到这样的指控 明明他从来就对人心不感兴趣 更别说什么去特意蛊惑 男主超级自然地将女孩抱进怀里 森之魔女在一旁评价 女骑士是被被操控了精神 既然他正在这里 男主就请他帮忙出手治疗 他虽然一脸不满 但还是走上前去 男主望着怀里 脆弱却未曾流泪的女孩 询问他最后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可惜对生命漫长的魔女而言 为强烈的情绪而枯燥 就是一种奢望 森之魔女进来看望 两人没有多说什么 但也已经心照不宣 隔天提那夏就把男主召唤来 两人初见了他 他已经自己派遣使魔 去调查了那个小国 而男主从今天起 只需要和他每天对练 男主不解其意 但也只能接招 等到一天的训练结束 他才问起提那夏的用意 魔女只是笑着回答 是为了让男主拥有更多的选项 万一他今后遇到危机 手上有更强的力量总是好事 他对男主摸头的姿态 就好像一个温柔的妈妈 于是他们约好了 今后的每天都要对练 果然他上次放的水不止一星半点 只要认真出招 男主就被他轰得毫无反抗之力 每当他处理完公务 提那夏就会等在塔中和他展开特训 之后还会有专门的治疗和下午茶 日子过得也算和谐美满 到后来提那夏变本加厉 甚至召唤出怪物来二对一 男主本来还想装个B 但提那夏再次使出透明藤蔓 这回男主实在没防住跌倒在地 提那夏知道 在状态很好的情况下 男主本来可以看到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 无论什么状态都不会影响眼力 可惜今天的男主实在疲惫 还不等提那夏继续说出指导建议 他就跌进了女孩怀里 最终他被丢在了杂物间 等他起身开门 发现外头一如初见那晚的夜色 而且还是熟悉的水盆占卜 区别是现在他们已经老夫老妻 可以自然而然地搂上女孩的腰 提那夏也不再抗拒她的碰触 看来持续的粘人攻势 还是很有用的 所谓习惯成自然 提那夏不但没生气 还给他泡了茶 虽然王子嫌弃这茶太甜 但可惜他是个气管炎 最后还是乖乖听话 说起来他很好奇 他的身上有没有魔力 答案自然是有的 只是王剑的持有者注定与魔法相斥 不过只是观察的程度 还是毫无问题 第二天 提那夏就专门为他出了议题 用魔法造了个火圈 男主如果能看清魔力的走向 就能够斩断魔法结构的连接点 男主开始试图解题 在一开始的乱挥过后 很快就察觉了其中的玄机 再看到魔法真的一瞬 他一刀斩断 火圈果然就被瞬间毁于一旦 提那夏在一旁看戏鼓掌 男主的解决速度比他想象中还快 他已经忍不住想看他和人类斗去去 说着还真就到了一帮冒险者 正好上赶着来当实验材料 提那夏超开心的飘了下来 向冒险者们自我介绍 现在的男主就是他的手塔boss 只要冒险者们打倒男主 他们不用登上塔顶也能实现愿望 几人瞬间都被打了鸡血 提那夏俏皮地和男主说道 让他尽力而为 反正他会兜底 不会让人丧命 多么精彩地打斗啊 冒险者们转瞬即逝 不愧是被魔女特训过的男人 看来训练确实小有成效 但男主最好奇的 还是现在的他和女主的实力差距 提那夏眉眼中颇有无奈之色 最后的谜底可不能现在就揭开 正好他的使魔带着消息回来了 根据调查 那个小国已经召集了200魔法师 要知道一般的国家只会有十分之一 更别提他们似乎还想暗中召唤魔祖 难道是想要发动战争 那个魔法小国也是个君主制度 可他们甚至不知道君主是谁 男主猜测 魔法王国的君主大概也是魔法师 看来还需要深入调查 看看他们究竟在图谋什么 可这时一变突生 将军突然因身体不好去世 也是他将小宫女米拉介绍进了宫里 男主望着这突发的情况 也是感慨不已 毕竟他也算是将军陪着长大 即使在他被诅咒之后 也是将军鼓励他让他坚强 男主忍不住说道 希望魔女不会比他先死 听说了他与将军的渊源 众人的话题又回到了诅咒上 周围人都在助攻 试图劝说提纳夏成为皇妃 但魔女很是恼火 为什么不相信他的解咒技术 众人都很好奇 为何提纳夏就这么不愿和殿下结婚 都说了结婚不会那么随便 提纳夏本想转身离开 却不小心碰碎了茶壶盖 这时男主才知道 魔法也不是万能的 坏了的东西无法复原 时间只能停滞而不能倒退 人也总有一死 夜晚的阴影处 米拉将那位小国使臣逼到了墙角 看来传说中的小国君主 正是之前杀死瓦尔特的白发男人 就算一切得以重来 那份罪孽也不会消失 老纳哥 我... 他...他死了